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今天是12月10日 還有幾天就到美國原本對15億美元的 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限期 究竟會否如期加關稅 市場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覺得這次加不加 其實比較短期 就算真的不加 會說簽第一階段協議 這次刺激都比較短期的刺激 事實上大家都見到 其實雙方都是 預備著究竟會否一個反面 很多事情都在做準備 預備定如何制裁華為 華為方面都預備定被人制裁 究竟怎麼辦 如果市況方面 大市上仍然是比較觀望的態度 所以恒指這幾天都不大動動 成交都很小 現在就報26469點 比起今天開小的26378點 高一點點 地幅都收窄了 低開115點 現在地幅收窄到24點 有一個小小的養足 但如果你說最近價的阻力 其實就是26500點 這些位置亦沒有突破到 上證方面 現在就今天 看看算了 收了市 收到2917點 升2點 升幅比較輕微 而且 又是去到這些位置 看到走勢減弱了 早前穿了29,000的時候 有得彈回一點點 也不是太強勁 其實就是中港兩地的股市 美股前一晚也會 不過就是在高位上回落 說到如果 究竟今個星期日 星期十月十五日 就是這個原定加徵關稅日子 究竟特朗普是否都照加徵關稅呢 現在特朗普昨晚 重申中美兩國的貿易談判 進展是非常良好的 美國農業部長 拍到出席一國的活動士 就說不信特朗普 星期日會對中國貨執行新關稅 現在 中國企業 早前採取了30萬的美國大豆 又買大豆買豬肉等等 不過 就說是為這個貿易談判 釋出善意 但是我想主要都是因為 國內人民都很需要大豆和豬肉去吃 現在又要過年 過年 肉的消耗會更加大 根本就是自己的需要 無論善不善意 現在衝勁著 究竟中美是否可以化解貿易爭端 現在 所以看到一些貿易敏感股份 其實都是彈起來了 例如近期都看好的手機設備股 不過 如果是升得比較急的 那些都要擔心 就是有個高儲不升韓的情況 特別是 例如1347華雄 當然今天其實都繼續在升 今天就升6% 佈18.52 因為突破了 整天就說 這個 18元阻力 17.9元阻力為止 其實 撞了兩下 今天都正式突破了 突破了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18.52元 突破了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再望高1個位置 又很快就去到下一個阻力位 就是20.1元 有個這樣的雙頂 就在3、4月的時候 這個位置 其實很快又會去到 都只有一成 現在 上網就看著這個位置 但其實華雄在幾天之內 特別是剛開始升升這三天 升得很急 三天其實已經升了三成 那是不是還有這麼多升呢 現在這一種升得這麼急 就有一點點概念性的一個炒作 除了之前就說 是不是會去美化 一些譬如台積電 那些生產有飽 是不是可以分流到多些生產的機會 給一些二線的半導體 芯片的生產商呢 中芯和華雄都做好的 除此之外 其實都憧憬著 今個星期日前 中美可以化解到這樣的爭端 究竟是因為看淡這個中美美衛會談而升 還是看好這個貿易會談而升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中美發展貿易增端的話 應該就是整個板塊都升 但是你看到一些的信與瑞星 又沒有華雄那麼誇張 當然華雄本身其實因為在低位導彈 如果你開一些叫做月線圖 月線圖都不是這麼角 如果看回周線圖 其實它在低位導 幾天之內已經收復過去的一些高位了 現在看周線圖 差不多去到現在已經向上望 就是年初三四月的時候的一些高位 所以它本身的股價比較偏低 所以早前經常說 炒手機設備也未炒到它 股價本身比較偏低 彈的幅度也會比較多 基數也會比較低 另一隻的981中芯 其實今天也是破位的 相對上我寧願選一隻中芯 沒有那麼升得誇張 當然如果這兩隻會選中芯 但是始終中芯其實是大一點的 公司 但是如果手機設備 我手算都未必是選這兩隻的 都會寧願選大陸一點的 順宇水星和富士康 如果中芯看看剛剛 如果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考慮的 中芯 但是你始終看到華雄和中芯這類 就算你說不看其他 基本因素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用到國產的芯片 半導體 其實就算是看股價圖的走勢 其實它也是很多次炒著兩下 就會還原 不像別人 即是順宇水星那些 其實是一路整個走勢 水星更加是開始做了底 順宇一路都是強勢一點的 不過水星其實業績 就沒見到很大的改善處 暫時仍在炒著衝景 見到中芯 今天就是突破了10.98 10.98 現在就突破了這個位置 就可以了 亦都再去上網 再上網 又要看一個軟一點的頂 可以看到去年6月 其實下一站已經是11.66 上網的話 如果用一個指洩位置 我又不會選擇10.98 雖然這個是突破了這個位置 我會選擇今天的開始位置 10.72 近一點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也不是一個實在的支持位 因為它真正的 如果你說是可以見到 站得住的價格 其實就是它未升之前的橫行底 9.93 但是我想如果你用這些位置 你應該就不知虧了多少 我看到 WangWangC 有2018和2342 講開手機設備 也看看它 這兩隻 它選擇的這兩隻 是瑞星61.5有貨 另外有2342 我們稍後再看 瑞星61.5有貨 現價61.2 61.5 也是近期買入的 如果瑞星未買 可以建議先等一等 但是如果買了 現在也看到有些 匯套的情況出現 如果看近期的支持位 其實也遠一點 要去到 要去到 五十三元左右的位置 那 五十三 五十三個二毫半 就要去到 那這些位置 才是那個支持位 如果現價來說 就是 六十一個一毫三的話 即是 大約是一成多左右的 都算是一個 可接受的距離 十幾個百分之 但是現在就要等一等 因為看到它 前兩天大聲源 剛剛出現一些回落的情況 現在就有機會調整一下 如果你有貨 都可以先保持 我覺得你現在 因為始終雖然這兩天會稍微 但除了早前橫行的支持位 有五十三個二毫半 未失 你看著 如果穿這些位置 你都要考慮 要不要止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如果你以一個正股來說 看回它長遠的走勢 是可以繼續保持的 而且它其實仍然在上升軌之中 只不過 你看到它就算扶著上升軌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點點震盪 現在就是上升軌之後 都會震盪回落一點點 所以其實都可以繼續保持 但當然 其實手機設備股 雖然看好或強勢 但其實是有風險的 因為如果中美貿易戰方面 出現問題 其實整體都會比較敏感一點的股份 整體都會有一個回落的風險 我覺得如果你說到 手機設備裏面 又沒有這麼大的貿易戰風險 其實始終都是2038 當然它都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相對小一點點 因為2038 富子康的台灣公司 台灣收府國台銘的 紅海旗下公司 但是它始終都有在內地設廠 都不是完全沒有貿易戰風險 但是它除了在內地設廠 都計劃美國有設廠 又注資了印度 也有一些本身也是台灣公司 其實它比較有個佈局 相對於全球發揮一點 相對於過萬位置的風險 相對就低一點 現在來到1.4毫爾 今次就要看看可否突破這個位置 就是昨天的開市位 都未衝破到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又站在那裡 所以都要看看 但是都看好它 目標價首先是過半先的 剛才看了中芯 Fionn說可不可以買 其實如果以追入突破來說 剛才也看過 如果以追入突破早前的橫行頂 其實都可以買入 但是中芯反而 我覺得比華雄 因為中芯這幾天升了一成 華雄幾天升了三成 就真的有點誇張 如果真的要選 我都會寧願選中芯 相對上比較 升得穩當一點 還有本身 在行業裡面 公司都大一點 會比較 如果真的要選半導體 芯片類型 會選中芯 但是 始終要選手機設備股 我都是首選 信譽水星和富士康 現在就去了競價時段 行指報26,471點 跌23點 成交是582億 成交壓榜上面 有個中芯 升3%都做好 到現在競價其實是企運 Fionn如果要買這個突破 其實現在可以考慮競價時段進入 另外 今天新上市的啟名醫療都不錯 稍後回來看看 好 回到節目時間 我看到兩位朋友都有課 1813 我看到 Calvin 說1813 今天早上市是10.2 現在現價是10.08 今天4月有個高位是9.79 如果只是計算開市位計算 昨天正式突破了9.79 所以昨天突破完 今天追入都是一個很合理的行動 所以今天可以買這個突破 如果是10.75 上市下網多少左右 上網的話 9.79 就是今年4月的高位 已經突破了 再上網 就要去看 可以看遠一點的 就是去年6月的前頂 就是12.74 暫時上網 暫時上網 這個位置 暫時上網 至於下網的話 其實因為股份 都升了一浪 如果你剛剛買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用回它 因為它在11月的時候 就已經突破了8.76 左右的這裡有一個橫行 它又不算是橫行 就是一個的阻力位 8.76 這裡突破了 但是就不建議 你叫你用這麼遠的位置 來做一個子賺 反而就可以用回 如果你昨天正式收市 確認了突破 你今天就是買這個突破 你買突破 就可以用回 在這個破位 來做一個下方之潛 和止蝕位置 因為最好就訂近一點 9.79 最好就訂近一點 因為現在經常擔心 那些債務問題 內房其實也有很多債務 不斷借錢擴充 所以暫時 我想你如果要看上下 你也不是看得太長線 所以那些位置 就可以捉緊一點 萬一 萬一買得 原來買完之後跌 最好止得快一點 如果它繼續向上 都不用去到12.74 可以再繼續看看 Karen 說 113 好不好 就吃一半 等回落再加 7.78有貨 你也買得很早 很厲害 如果其實沒有貨 都能買得的話 你有貨的話 其實是OK的 如果你7.78 其實你甚至是11月的時候 一些8.2的支持位置 都已經幫你頂住了 你其實就買得比較低 好不好吃一半 先等回落再加住 如果你自己很心急 想快點去確認了 有那個獲利 可以的 因為始終你現在 無論如何升法 你可能都覺得是至上富貴 你覺得好像 都未帶到錢落袋 一會兒一跌就沒有 但是 如果操作上 其實今早 如果今早Kalvin 還說可以進入的時候 其實今早也再突破 昨天 即是再突破了 9.79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繼續保持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待了錢才安樂 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都可以先吃一半 你說等回落 再加住 如果要回落再加住 其實這些位置 就要看到8.1左右 究竟會不會落回去 暫時就 未知何時會落回 可能總有一天會落回 但是暫時就 可以看著 這個位置 都比較是一個支持位 而且都重瘡少少 接著8.1.7 黃米古有8.1.7 金銘有5.58 有貨 剛剛回到家鄉 要不要走呢 5.58 其實現在的走勢都不錯 暫時就 5.6 即剛剛回到家鄉 5.58 即是一個前頂 今天總算是突破了 現在看著會不會差不多 這些位置有阻力 都是要小心的 5.68 就是這裏 11月的高位 暫時見到它仍然在彈 又沒有說去到立刻就 燃音粥 其實我覺得可以 繼續保持 如果你擔心的 都要看位置 你要看實 究竟它現在很近前頂 是不是可以突破到呢 如果明天突破到 當然繼續保持 如果你見到明天 似乎都突破不了 出現好像這些 小音小音 再出現大音 確認真的突破不了回落 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如果明天這樣 情況不對勁才會走 否則 其實暫時見到 都坐了一浪 見到走勢又不錯 又可以彈一下 就繼續保持 如果下方的支持位 我會看是 5.2 在這裏 5.2是有的 暫時還有50天線 暫時都有支持 所以其實現在可以先保持 其實都 大家都好 看看813 大家都好熱炒內房 內房這兩人真是很強勁 Eric就是813 29.2有貨 可不可以保持 813其實走勢又是很美的 又是一條 由8月開始 一直上的 這麼強勁的走勢 每天又升一些比利 這麼強勁就肯定保持 現價就是 現在根本就很難定到止洩位 其實它根本就不斷地上升 如果最近止洩和止賺 那就看28.25 看到前幾天 下到這些位置又有支持 上方的話 其實昨天都收得好 昨天是29.6 但是稍微回了一點 都OK的 所以剛剛有這麼好 剛剛是28.25 又下 一下都站得住 現在就繼續保持 接著內房就做好了 但是物館整個板塊 都有些回落 看看石澳元健康 阿森就說 穿了10天線是否要走呢 6元買入 現在正是5.96 其實是5.96 也很近來過買入價 穿了10天線 其實它現在算是搭著了 穿了一點點 嚴格來說 穿了一點點 嚴格來說 就算是在6元左右橫行 如果你未买也不会建议买 但如果已经有货 你不如看着它 这几天6元也有穿过 早前落到5.8元的位置 不如看着它先不要穿底 现在走了5.8元 这几天没什么动作 整个格是代变 如果早前落到赚钱的话 会建议走 但如果刚刚买入 就免得出入太多 最后手续费也虽然 假设你平手走的话 虽然不见得强势 不如拼一拼 你看到5.8元是有支持 这些位置 支持完两弹的时候 去到6元左右 这几天都能保持到 不如开个短小时图 来看看 开个小时图 来看看 小时图来说 这几天 就在 如果看回这三天 其实都没有再 由10月3号开始 都没有再穿回6元 有一些日落有 但小时来说 没有 所以如果你也是看着5.8元 差一点 我觉得可以先看完 免得出入太多了 好 接着 Fiont就有 中国水务 好没有买 855 855 中国水务 现价好没有买 那 是否可以高息稳定 还是买270月海 最好 看看收益率 收益率 有4.8% 也不错 今天就升2.8% 如果稳定来说 其实股价又不算好稳 所以相对上 你会见到 四月时也有8元 但现在就只剩5元 所以相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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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上 变得多高 最高 早前价格下得很厉害 价格又不算稳 至于270月海相对上来说算稳一点 你见到假设开周线图 都是14.95至17之间 相对上波幅就小一点 而且开个月线图 慢慢还是持续整个走势 整个月线图的话 看到长线也有增长的形态 当然了 如果两只要选择 就会选择月海 虽然今天跌1% 收益率方面少一点 3% 但现在未必是一个买的好时候住 因为这期也下跌得挺重要的 看看会去到15.22 这些位置 看看下跌到这些位置 会不会可以见到支持 因为现在这样走下去 看怕16元也有机会穿 所以暂时都不要买了 接着看Facebook上面 看到刚才Facebook 有968 CAM CAM就说 968 4.87有货 其实买入价也挺好的 现在是5.43 但早前升了几天后 到这里已经有些厚劲不计 当然没有回落 但你见到它连续几天都是出阴 甚至第一天高开完之后 一度有穿一穿到下面的历口底 低价5.22 如果计算这几天的收市位 差不多收在5.43 这里的历口 暂时没有穿过5.43 不如看看 如果 968 因为它持续在一个高位里面 我觉得如果 究竟是否要走 有点担心它已经到了 但是始终如果在历史高位附近 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等一等 但就看着5.43 就不要再穿下去了 因为这几天看到5.43 都是一个支持位置 如果一穿了 就要小心它在见顶回落 所以现在就可以继续续 Rand住 现在看着 Fiam心就买了個981中心 在庄格时段买了 最后$11.16可以买得 现记便是$11.4 最后就收oby了 就重新包这个 所以差不多 希望明天也是能到买12元 未必有这么快cionBI亚 今买11.14 我们幕寸慶省 但未必明天可以上下 都要留意过几天就有中美贸易方面 又有消息会否加关税 星期日就知道了 我预计了这个礼拜 其实大市方面都比较会观望气氛浓厚一点 见到现在恒指 最后收报26436.58点 全日总成交617亿 其实波幅小 成交也是很小的 如果这时候 今早看过第一日上市的启明医疗 刚才说一度就穿了开市位 今天开40元 但最后在五后又开始发力 五后发力之后 现在就收报43.05 如果招股价抽了 都不错 33元现在就43元 都升了几成 所以如果有货的 见到这些情况 当然可以继续继续 否则如果你今早是客逃了 甚至其实如果看回 让它稳一点 见到开始 就是找到一些支持位 可以参考到哪些位 可以要指示 还是指赞的时候 其实甚至可以去再入 不过我们就明天再回来看看 它的启明医疗 第二日上市的走势如何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明早9点15分 明早9点15分 回来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 拜拜